金錢 性愛和權利 這三者是環環相扣 而且自古以來 幾乎富貴人家還有皇族 這就是他們的生活寫照 但您知道嗎 古代哪一個皇帝 最喜歡玩性愛派對 今天都會來告訴你 另外還要告訴你的是 有錢人都會追求風水秘辛 而在東區的敦南成品 跟風水寶地 到底有什麼樣子的關聯呢 而台灣人也很喜歡拜神 今天要為您介紹的 這一尊神明真的不得了了 因為他跟媽祖是結拜姐妹 他也在台灣展現出多次的神蹟 甚至還可以降妖伏魔 今天都會一一來告訴你 先來介紹今天的來賓 首先歡迎的是 文史工作者劉燦榮 信聰好 大家好 歷史老師陳其鵬 信長好 大家好 秘老師林正義 信長好 大家好 資深媒體人江中博 信長觀眾朋友大家好 好 上個月底的時候 敦南成品風光落幕 很多人都覺得非常非常的惋惜 但你知道嗎 敦南成品這一棟金融大樓 其實是國泰的金融大樓 而且人家說這個金融大樓 真的是蓋得好 因為蓋在風水堡地上 才幫這個蔡家 現在這個財富好多極跳對不對 對 我想觀眾朋友 可能會很關心 這個本來是國泰家族的金融大樓 那現在可能也許 這棟大樓將來要都更 那它會落入誰的手中 它又會蓋成什麼樣子呢 好 不管我們拭目以待 可是當我們經過了這個敦化 到安和這個三個湯 看到了這棟大樓 看看這塊地 各位知道這個以前 它是長什麼樣子呢 什麼樣子 以前就很繁華嗎 清朝日治時代 是不是就是商客往來 然後打官貴人出沒的地方嗎 錯 其實早年那邊全部都是 我們講的豆湯 豆湯那邊可能比較陌生 就是你捕魚 你要有些池塘 不然你怎麼養魚或捕魚 對不對 這些皮糖後來說放水 水都放掉了 所以它就都乾乾的 就變爛泥地 你能想像嗎 你現在看到的成品 裡面的萬頭磚豆 以前都是一塊塊 被放掉水抖糖的爛泥地 那這樣的地 是不是就沒有什麼價值 那當時的地的主人 是我們常講台北東區的 神秘林氏祭家族的後代 他們覺得這個地 既然不是這麼重要的話 那就賣掉 那剛好在日治時代的晚年 也就是台灣快要光復時期前 國泰三兄弟 蔡萬春 蔡萬雷 蔡萬財 三兄弟來台北 在大哥的帶領下打天下 當時大哥發跡得很早 15歲就來到台北 那發跡之後有了錢 你會做什麼事 有土司有財 他就把這塊地給買下來 但他剛好又是風水寶地 不但之前還能夠 有一些能量來加持 對 我們講的國泰的後代子孫 他當初把地賣給國泰 蔡萬 蔡家的這個 林氏祭家族 那是怎麼回事呢 早在清朝的時候 那時候我們就有一句話 叫做一鳥 二關刀 三蛇 四蓮花 講的就是當時 台灣的四大 台北的四大人家 又代表他們都是 大戶人家 有錢人 那但是這裡頭的四蓮花 指的就是我剛剛所說的 林氏祭家族 那林氏祭這個人呢 是他們林氏祭家族的開台祖先 當初在乾隆年間他來到了台灣 來到台灣本來一開始 他就只是做曝光行的工作 如果他要是當時就只做曝光行 那我想也沒有今日的 台北東區大地主的後代了 不過後來作者一樣 他賺了錢 他認為一定要做買賣 他就到了台北 早年都是大造成嘛 蒙甲 他就那邊買店面 開店做生意 可是後來蒙甲 因為發生了蟹鬥 導致那邊騷沙努掠不斷 他就決定他要離開西區 所以他就來到了東區 他就從收購百貨這邊 他開始一路去勘察 一直往北... 北走快要走到 往東快走到國父紀念館 那走很遠 對 那如果是要往南的話 可以走到青州小菜那邊了 復興和平那邊了 對 那如果再往北走 走到市民大道了 微風再過去了 多大... 六個大岸森林公園大 這麼大 可以百八十甲 大家看一下 大家看一下 好 我這邊要畫個對比 本來是怎樣 本來是皮塘 爛泥地 對不對 他通通買下來 林世紀家族他們能夠 把這些地都留下來 而且能夠發揚光大 而且又很神祕 這就牽扯到他們的大房的長子 林綠鄉老祖先 話說這已經是到日治時代了 林綠鄉他有個孫子叫林立仁 他做的是代書的工作 你知道在那個年頭算是日治時代 可是土地的買賣代書還是很複雜的 所以他這個林立仁就是大房的孫子認為 既然有很多親戚覺得這些爛泥地不值錢 那如果不要他就購物到自己的名下 把別人的地過來 沒有 因為那時候有的人都根本不屑那些地 那你不要他這樣也是沒有問題的 還有就是 你林世的經濟家族的人要買賣土地 你們如果不懂找我 找我的話 那土地費 代書費要給我 要付 對 我沒有錢 賣女用地來抵也可以 那我就送你一兩千坪 一兩千坪算什麼 爛泥巴地 塞牙鳳的 這些地給大家看一下 送出到現在算一算是 兩百八十億啊 可是這裡頭呢 就仲介出來講話了 也有建商出來講話了 講一個很神秘 我為何要說他們神秘 我以仲介A的話來 來給做一句舉例 打示話給他 打到他們這樣 這查的這個電話是沒有錯的 可是他們的人接起來之後說 沒信任的啦 就掛掉了 對外戒心很重啊 再來我們來看仲介B說的話更嚇人了 林家若是要買賣不動產 真要賣輪不到你建商 輪不到你仲介A 因為我只賣另外一個姓林的外人 連碰都碰不得 那我們說國泰因為根 林士忌家族買了風水寶地 所以現在有國泰富邦的 這樣的一個商業王國 那林士忌家族本身有沒有風水寶地 我們剛才講的浮水蓮花穴在哪呢 對啊 在哪 好久定案的 他就在仁愛路圓環 你所看到現在的富邦大樓 就是當初他們林家的風水寶地 浮水蓮花穴 其實剛剛提到的這個風水秘星 很多人都很信的 但是最近在台中的摩鐵 竟然是傳出了有八個男的 兩個女的 他們假借說要到這個摩鐵去烤肉 但實際是從事性愛派對 但是要問一下啟鵬老師 像這樣子春色無邊的性愛派對 好像不是現今文明的產物 以前也有皇帝很愛 有 古代皇帝荒雲起來 那真的是出乎我們意料之外 像是魏晉南北朝的一個 宋明帝劉裕 那他有一次就是曾經 開這個性愛派對 那怎麼回事呢 他把宮裡的公主 寇妃 命婦 全部叫進來開一個宴會 然後到開到一半酒憨耳樂之際 就要大家說 來 在座的女人衣服給我通通脫下來 飲酒作樂 這是性愛派對外加脫衣陪酒是嗎 所以宮內的嫔妃也就算了 結果宮外的那些命婦 各個面面相去 不知道這個劉裕講的是真來假的 可是劉裕的神情很認真 你們給我脫 所以他們只好含羞忍辱 一件一件脫下來 可是你知道那個場面 實在太不成體統了 結果劉裕的王皇后看不下去 直接拿扇子把自己的臉遮起來 結果劉裕看了之後就大罵他 你怎麼那麼不治好歹 結果王皇后就對他說了 想找樂子的方法很多 哪有人把姐妹姑表 全部找來脫光的衣服 這樣子飲酒作樂的 就劉裕聽了之後 當然大怒直接把他轟出去 然後這一場脫衣陪酒宴 也就因此不歡而善 不過這個劉裕所做的事情 不只是這一樁 他還曾經一響天開 成為介父生子史上第一人 他幹嘛不自己生 好 說來這個就很有意思了 因為他本身體型就很胖 那因為很胖 再加上當上皇帝不佳節制 自義的狂吃 身材爆肥 偏偏他的性生活 也沒有所謂的節制 結果導致他年紀輕輕 就已經失去生育能力 生不出小孩 那生不出小孩就 就使得他的皇位 有被人家蜕馭的危險 那萬一人家來奪他的江山 怎麼辦對不對 所以這個時候該怎麼辦 那想辦法要保有子事 他居然想出一個 借父生子的方法 他規定豬王妻妾只要懷有生育的 通通找進宮裡面待產 如果生出女孩子的話 好 這個機械人 就直接留在宮中事情了 如果生出男孩的話 那就直接把母親殺掉 兒子當作是自己的 等於是公然的搶人家的孩子 來當自己的皇子就對了 所以他這樣子前前後後 總共有了12個皇子 搶這麼多 對 可是我們要問有沒有用 沒有用 因為後來他的江山 還是被其他大臣創位走了 對 那我們要問說 他為什麼會如此害怕 失去他的江山 其實也是有原因的 因為他長期被他的子子 劉子葉霸凌 那當然我們就要問 子子怎麼會去霸凌叔叔 對不對 對 那大家所不知道的是說 這個劉裕之前的前一任皇帝 其實是這個子子劉子葉先當上 那他當上皇帝是17歲的時候 那他小時候其實就非常的傑傲不尋 經常被他父親劉俊痛罵 結果他當上皇帝你知道第一件事情 記恨他父親 結果就要人說 來 你們把我父親的陵墓挖出來 把他的 對 把他的那個屍體拖出來 給他瀑絲荒野 這個時候這哪像話 就太使趕緊出來說 報告皇帝這麼做對你不利 因為你才剛登基 結果這個劉子葉一聽 確實有點道理 但是他還是憤恨難消 你知道怎麼辦 他居然就要人準備一大堆的糞水 直接潑到他父親的陵墓 講明了就是要他父親死後也吃大便 所以你看這樣的行徑是不是稱得上是大逆不道 對 那他對他的父親尚且如此 對他的幾個叔叔更是極盡變態之人事 因為他老是怡心他的叔叔想要對他不利 想要謀奪他的皇位 所以後來對他幾個叔叔都沒有什麼好的手段 像是剛才我們不是有提到劉玉嗎 劉玉就是他的叔叔 那因為他的身材很胖 這個劉子葉看說你身材很胖是不是 來去跟豬比比看 就真的就把豬跟劉玉拿起來一起比 結果這樣一蹭涼下去 劉玉居然比豬還重 結果他毫不客氣 好 以後你當豬王 可是他不是隨便說說而已 他真的用實際行動真的封他為豬王 因為他要人挖了一個坑 然後在裡面倒上泥水 要劉玉在裡面生活 而且還準備一個木槽 把一些雜七雜八的食物丟進去 要他直接這樣子吃 而且規定他說吃完了之後 你還要告訴我好不好吃 那你知道劉玉為了活命 當然要說好吃好吃對不對 那有時候劉玉在面對他的問題的時候 反應慢了一點 或是說回答不如他的人意 他還會直接要人直接把他捆起來 像豬一樣綁到獄竹那邊說 來 今天殺豬 所以這真的是把劉玉當豬在看待 我們一般人這樣子被對待 都已經受不了 更何況是劉玉還貴為皇族對不對 所以也難怪說劉玉後來 會有這麼大的心理陰影 可是這個劉子業 他變態的地方不只是如此 他還有一個更誇張的行情 就是創造出一個非常殘忍的刑罰 叫做鬼目仲 這是什麼 鬼目仲是什麼東西 原來他一直疑心他的屬祖劉玉公 要對他不利想要謀奪他的皇位 那為了先下手圍牆 所以他親自率軍 把劉玉公跟他的四個兒子抓起來 然後把他斬首處死 但是處死之後他餘恨未消 覺得你還讓我大費周章 所以他就把他的屬祖劉玉公的四肢切下來 把肚子剖開把內臟拿出來 然後再把兩顆眼睛挖出來 然後把挖出來的內臟跟眼睛 泡到蜂蜜裡面說 看 這就是鬼目仲 我們是很難想像說 他是哪裡來的靈感 去弄出這樣的東西 那你不覺得這樣的一個行徑 實在是太過殘忍 令人聽得不寒而栗對不對 所以後來他的幾個叔叔跟大臣 實在看不下去了 決定要反叛 想要謀殺劉子葉 正好這個時候劉子葉做惡夢 他夢到有女鬼來跟他索命 那就去問巫師說 巫師 巫師 我晚上我會夢到女鬼 那是什麼回事 就巫師告訴他說 在華陵園竹林堂裡面 有出現女鬼 就是他們害你做惡夢的 結果劉子葉一想 有道理 為什麼呢 因為我曾經在這個地方開性愛派對 結果有一些不聽話的宮女 就這樣子被我處死了 一定是他們因魂不散來作祟 居然敢動到我頭上 所以他就準備弓箭 想要去射殺女鬼 不過這個消息被知道了 這些反叛的人全部集結起來 衝進這個竹林堂裡面 朝著劉子葉就是一亂砍 那個亂刀直接砍下去 把它砍成肉醬 所以後來砍死之後 他也就在17歲那一年過世 而且是草草下葬 死後還沒有嗜好 所以死官只好叫他前廢弟 所以你看看劉子葉之所以 會如此的下葬 也可以稱得上是他咎由自取 好 其實上個月的時候 香港的賽馬又再度的登場了 而且在這個賽事當中 每一匹賽馬其實都是身價非凡的 不過要說到世界上最貴的馬 從古至今幾乎就是汗血寶馬了 要問一下社長 你看這個汗血寶馬到現在 一匹1600萬 美金台幣4億多 它憑什麼可以這麼貴 對 新龍 汗血寶馬也有外號叫天馬 天馬 來自天堂的馬 來自天堂 而且是天價 剛才妳講了一匹1600萬 美金 那大概和台幣天價 4億 差不多4億8千萬 4億8千萬 華拉利可以買幾十台 是啊 其實中國史書也記在這一棟馬 所以這一棟馬可以日行千里 日行千里 夜行八百 晚上等於說還有夜市的日 夜行八百 然後出汗入血 為什麼 它流汗的時候 前身這樣粉紅 紅色的 像流血一樣 眼眼看起來很亮 很亮 其實汗血寶馬我先給各位看這幾張的原因是 汗血寶馬我們印象中 中國的比較流行 以前早期在古書裡面記載 是這種藻紅色的 對 比較棕色的 對 其實汗血寶馬的品種裡面也有這種黑色 你看黑的發亮 這一匹馬叫黑飛 飛起來的飛 那這一匹馬你看 它是金黃色 對 它金得很閃亮 對 很多人看到這一匹馬的時候 以為它是那個網路 大P圖上去 對 不可能有這種顏色的馬 但這個都是真的 都屬於汗血寶馬 在近代史上的這個中國大陸的領導人 其實都有 每一個人都會有一支 有一匹土顧曼會送過來 從江澤民 胡錦濤 到最近習近平 習近平這個是2014 2014土顧曼送過來一匹汗血寶馬 它是比較棕色的 對 它是用那個專機 習近平是用專機去土顧曼載馬 一匹那個飛機 愛台飛機 就是一匹馬回來 上面有很多照顧的馬的 馬梯的那個新壽司 飼料園 什麼種種一道堆壽衣 撇這一匹馬千里條了回 那一花單身那一堂硬位就好幾百萬了 不過它身價4億多花這個值得 對 這匹馬獲得送到哪裡 北京 黃山去養 剛才講 你買的時候是天價 養你也是要天價 它一頓飯要吃掉一萬五台幣 它吃的跟一般馬不一樣嗎 不一樣 它吃草會死掉 它要吃中亞專產的一種叫樹木牙 我們現在吃的那個樹木牙 而且要特級的樹木牙 那馬的胃口食量很大 一吃一餐就是吃掉你一萬五 那這種馬在近代史上 還有一個人這位伊莉莎白 是英國女王 英國女王你看她從小4歲的時候 她是一個馬癡 她從小4歲的時候一直到現在 今年94歲 她從4歲一直到89幾歲 92歲的時候還可以騎馬 所以她愛馬城市 她一生在英國那個賽馬場 剛才講香港賽馬 她在英國賽馬場賭馬 她喜歡去賭 賺了6億多台幣 但是賭馬力會 所以當時如果在賽馬場 你看到伊莉莎白 知道伊莉莎白今天會來 你會賭兩種 一種是我壓馬 壓哪一匹馬會勝 另外一種是賭在伊莉莎白上面那個帽子 今天會戴什麼顏色的帽子 她帽子也多 所以她很有意思 那這個伊莉莎白她88歲的時候 土庫曼也送了一匹馬給她 你看她一生裡面都有各個階段起碼 對 那她鬧了一個笑話 什麼笑話 她當時土庫曼送她一匹的 送她那匹馬 就是我剛才給各位看的這種 這種黃金寶馬 黃金色的 黃金色 那你知道伊莉莎白夜馬無數 看過多少馬的一個女王 結果這匹馬送過來的時候 她愣住了 她隨後牽過來的時候 她感到很驚訝 怎麼馬會這種原事 從來沒有看過 那你知道伊莉莎白說 這個一定是圖上 在馬的身上圖金漆 吉祥吉利送給你 漂漂亮亮 山山亮亮的 伊莉莎白也是圖金漆上面 所以就叫她的隨父 跟那個遜馬師 把那個漆洗掉 回覆她原來原色 結果就刷 洗 擦 擦了半天 就是這種顏色 還是金色 還是金色 所以這種馬 你知道她世界各國領袖 都很很重視 對 很喜歡 那我特別講是 它其實影響歷史演技的 很巨大 是剛才講到漢魯帝 有一個是我後來去看那本書 叫漢血把馬要帶回來 研究 它裡面才提到很多 我們不知道的歷史的一個傳奇 觀雲長 觀雲長 你知道 你看他的畫像 他騎的這批叫刺吐馬 刺吐馬 跟剛才我們講漢血把馬 騎漢 乳血 藻紅色的 其實一樣 中國以前如果平常的戰馬 最好的就是蒙古馬 蒙古馬身材大概140公分高 到馬的算是從脖子這邊算 不是到碼頭上 漢血把馬168公分高 這麼高 我就足足引以28公分 他體態又很流線型 腳又長 漢血把馬以前叫刺吐馬 為什麼 因為他頭 因為他要像流線型的頭 要像我們講風阻係數 在跑的時候風阻越低的話 越低的話你才跑得越快 所以他的馬那個頭 是有點尖椎型的 很小 頭很小 像兔子的頭 所以叫刺吐 刺吐馬 紅色的 兔子 刺吐馬 刺吐馬 觀雲長的死在歷史上 我們說影響很大 是觀雲長的死沒有人知道 我們通常研究歷史都會講 觀雲長是因為當時 麥城之戰 是因為他的主力部隊不在身邊 種種種種 什麼援軍也還沒到 所以敗走麥城 其實裡面有一個很關鍵的因素是 你如果注意到 觀雲長身上的這批 當時早期這次度 毒傷國大家都知道 李布也有用過 董卓 最早是董卓 董卓因為他曾經在漢朝 是派駐西域 西域長史 那西域就是土複曼賴帶很近 所以董卓有一匹刺吐馬 董卓騎了四年 騎了四年 交給李布 十年 就十四年 李布之後曹操騎了兩年 十六年 十六年以後落到觀雲場手上 騎了二十年 三十六年 這是老馬了吧 對 沒有錯 你知道馬的 認識馬的人都知道 你馬如果過三十歲 他就是我們大概人已經到七十來歲了 已經老了 一匹老馬你載什麼次都 載什麼汗血把馬 你觀雲場剛開始二十年前 你騎的時候 還有問題邁城之戰的時候 西域二二零年 二零年邁城之戰的時候 已經這匹馬三十六歲了 至少三十六歲 剛才說董卓騎了四年 四年是陳馬 他可能還有一個幼馬的時期 所以大概將近四十歲跑不掉 四十歲跑不掉的 四十歲的這種老馬 汗血把馬 你觀雲場其他打仗 所以在敗走邁城的時候 被檸檬圍攻 他敗走邁城 他其實有突圍而出 史書寫的原因 他突圍而出的時候 旁邊的青衛軍有十幾個人 陪他一起跑 既然你是觀雲場武力 武功這麼高強 又有這個汗血把馬帶著你跑 又突圍而出 為什麼後來還是被馬中 他們攔截斬首 觀雲場被斬首 其實後來大家研究 就是跟這個汗血把馬有關係 你太老了 你騎這種馬菜 所以你在里人突圍 松樹剛剛開始有 跑到後來你賴力不夠 老了 人年紀大了 所以他的觀雲場之史 其實跟汗血把馬也有關係